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SU模型和CAD图纸的同步 有三个要注意的点 第一个是如果你想要持续更新你的图纸文件 那你的模型文件也就是SU的模型文件 不要修改名称 你一旦想要备份你另存一个 然后持续用同一个模型 就是文件名相同的那个模型文件去持续的去做修改 然后CAD的文件是可以修改的 这个倒不是很重要 然后CD图纸更新的关键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导出的这个外面的灰框 这个框是一定不能删除的 删除了我们就没有更新的那个锚地了 就是我们去寻找这个灰框去 对这灰框里面内容去进行更新 所以这灰框是一定不可以删除的 它可以移动但不能删除 OK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这个教程 就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这里面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 一定要耐心看完 然后关于三式图如何去导出 大家看前面的教程 我们这边就快速导出一个三式图 然后分别给了三个不同高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现在就18001200还有一个400的高度 然后有两个侧坡 我们回到模型看一下 就上面的柜子被我们替换成几个立方体了 然后其他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张是柜门图 然后第二张是结构 然后两张侧坡 然后分别看一下侧坡的位置 分别就对应了就是那几个立方体嘛 有的被切到有的没有被切到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回到模型 我们先修改一下 删除一下立方体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东西 就简单画一个 简单成个组 就养成良好的建模习惯 然后我们这时候一定要保存文件 你另存的话可以另存 你另存就做备份用 如果你要持续更新 就在同一个名字的这个SU文件 持续的去做修改更新 在模型保存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更新图纸 我们两个选项 一个是更新所有 一个是更新指定 我们先演示指定 指定就是你可以不更新所有的图 你可以指定选择一个辉框 就像我现在操作的一样 我想更新这个侧坡 那我就选择这个侧坡 然后这时候 如果是第一次更新 就是模型更新了之后 图纸第一次更新 模型是会重新上传的 然后他图纸会立刻更新好 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指定图纸 其他图纸都不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侧坡变了 我们在模型当中去做一个坡面 这个教程是一帧不减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 然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更新有多快 大概对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回到 回到图纸看一下这个侧坡 就跟我们模型当中是一样的 这就是指定图纸更新 因为有的用户他可能 你模型改动没有那么多 然后很多图纸已经做了修改 你不想去更新它 用更新可能会覆盖掉 所以你可以更新指定的图 如果是你更新很多 然后你想一键更新 就点这个更新所有 那么因为刚刚模型 已经上传过了 所以就内部几乎就跳过 然后更新大概 我们测过100张立面图 更新时间在25秒 所以你十几张的时间 大概就几秒钟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图基本都更新掉了 上面的这个横po 大概是高度没有给对 我们一开始给的是1800 我们试下1500 还是没有切到那两个新的 我们看一下模型里面高度 大概是多少 量一下 OK 大概 我们可能刚刚高度都给低了 我们高度 刚刚最开始给的1800 也没切到 我们可以重新再给个高度 给个2100 2400好了 OK 我们再画一个 OK 这时候其实刚刚高度确实给低了 然后这时候切到了两个上面的图 这里其实也就想跟大家讲 我们更新不仅是更新了所有图纸 然后这张平面参照也是更新了的 你想在这张平面参照上面继续画也是会生成新的模型的新的图纸 OK 我们这时候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接下来要演示的是你CD关闭了之后还能不能更新 这是可以的 我们把文件保存一下 然后关闭CAD 我们再回到模型 这时候CD已经关闭了 然后我们模型里面继续做修改 新建立方体 乘组 OK保存 好模型已经保存好 我们打开CD 刚刚文件叫同步教程 好我们 我现在用的是测试板 所以是通过这个Netload打开的 大家输入导出就可以 安装成功之后 输入导出就可以 我们这边为了演示就是这个 更新就没有在最开始提示的时候重新上传 然后我们 我们刚那下可能没成功 我们再保存一下这个模型 这里演示的是CD图纸关闭之后重新打开 能不能再次联动更新是可以的 模型应该成功保存 对你看刚刚应该就是没有保存成功 我们重新上传了 这时候点的是更新所有图纸 应该已经更新成功了 对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新建的那个立方体 已经更新到这些图纸上面来 在横po上面也有 所以就是CD图纸只要保存了 然后你关闭CD是同步可以更新的 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个另一个情况 大家可能也会遇到 就是你多个模型导出在同一个CD文件里面 是不是可以更新 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简单给个这个新文件的算式图 这个是教程是一帧不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导出效率和更新效率 OK我们继续针对这个方案文件进行修改 我们把上面都删了 我们再保存一下 这是我刚刚的CD文件里面 其实已经有两个模型的图纸了 这是我们两个更新功能都是可以用的 一个是更新指定 我们会弹出这样一个窗口让你去选择哪个模型要更新 我们先选择方案 因为我们刚刚修改的是方案 然后我们指定一个图 OK这时候因为方案模型文件已经更新了 模型文件需要重新上传 这是有个上传的过程 好上传完成 可以看到这张图纸已经更新了 因为我们刚刚是指定的 我们同时还是可以去更新所有的 同样的去选择 我们看一下所有的图纸先 就是那些长方体立方体都是在的 然后我们另一个模型文件也在 模型导出的图纸也在 然后我们同时还是更新方案这个 其实已经更新完了 我只是鼠标没有去点击这个里面的图 对可以看到已经所有都更新完了 所有的多余的长方体立方体都已经图纸中已经被删除了 我们最后再跟大家主动强调两个点 就是更新 如果想持续更新你的图纸 模型文件名称不要修改名称 不要修改它名字 不然你后面就 我们就无法绑定那个模型了 你模型名称改了 就不能持续的更新 第二点 导出的立面图的外面会有灰框 包括平面图 不要删除这个灰框 可以移动 但不能删除 删除之后我们就不能帮你更新了 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灰框 就找不到更新图纸的位置 我们就不知道 首先不知道更新到哪里 第二个不知道更新哪些图 所以灰框一定不能删除 可以移动 但不能删除 不错的 比如说